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3日 刚才第2个夏议论节目 非常对不起啊,中途 这只脚呢,碰了开关了 中断了 接着讲,这回小心一点 做这个节目,录制节目 少不 这个小线就要出事 本人又不会剪辑 希望你们谅解 接着谈更多的新闻 美国之音今天发布了好几篇文章 讲到什么,讲到台海演习 也就是封倒3000军演造成的后续效应 产生的影响,给大家看看 他讲,中国对台三天军演收场了 台湾 P对台恐吓 日本欧盟表示关系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怎么讲 他说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组织的 这个环岛 环岛战备警训 起这个名字叫联合力戒 现在是星期一10号 落下帷幕了 但是 以后 骚扰 也就是海上 恐怕 恐怕竟然会登船检查 这种事可能就成为常态了 在星期一的最后一天军演当中 解放军出动大批海空军的力量 从多个方向对台湾实施了严密的封控 连首次进入西太平洋演习的中国首艘 国产的航母的山东舰 及其率领的战斗群也参与了对台这个封控演习 包括山东舰上面的 军机再次的逼近台湾 群绕台湾周边空域和防空的识别区 我看了很多台湾的电视台的报道 都有现场的画面 有一个视频讲到那两个军舰对峙 互相隔离的很近 而且用中文喊话就行 如果真是要统一的话 那很简单 总共宣布永远不无头 不就完事了吗 大家节省情来 把钱借用下来 多做点生意 生活过得好点 我看挺好 但是不 每天就搞最名堂 其实就是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四线 我认为 忽悠国内老百姓 这篇文章讲 这一次产生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我不许重复了 就是因为 蔡英文和 蔡麦惠 然后呢 美国众议院 外交委员会主席 迈克尔 迈克尔 又访问了台湾 研究军售的事 而且决定 把原先承诺给台湾的军售 因为来不及共赢 台湾现在还要支持 乌克兰怎么办 就让沙特 阿拉伯帮助 原先给沙特的武器 先给 台湾的 你想这个事多么严重 所以这次 这件事急弄了 习近平 这篇文章 美国资金这篇文章 就讲到 这一两天的情况 包括 挂载导弹的 轰-6在内的战机 电视台 台湾电视台报道了 很清晰 上面挂的时代 还有大批高速机动的海军舰艇 还有火箭部队 多军种的演练的 就战场管理 怎么协调 对台湾事实全面的 叫围倒 镇压 射压 4月10号 东部战区继续组织 环台 巡警联合力界 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统一指挥下 助兵总的密切协同 模拟实行联合分控 信火打击 全面检验部队在联合作战体系 支撑下的 联合侦察 联合指挥行动 保障 山东舰参加演习 解放进东部战区 发布的声明 谈到了 于是这个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完全是一个大忽悠 就引用了这个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泽的话 他说此次解放军对台 环岛战备巡警和联合力舰两个活动 同次举行 对台湾这个紧闭的力度更大 从东部 西部南部北部 进行 全面的挤压 形成紧闭压缩的事 环球时报的还引用军事评论人士话讲 台湾 东部海空域 曾经让解放军 略感鞭长默契 但在现阶段 解放军通过航母编队 有力 行动 从根本上完成在台岛中边 形成的 密不 透风的 风控 闭环 本人认为他现在 马上打台湾 我认为 可能性不大 他可能想通过 这个 鼓动 国民党参学 比如说国泰民上来 然后 马英九跟他 敲鞭鼓 统战 争取 以比较小的 这个代价 把台湾拿下来 一国两制 九二公司 他搞这些名堂 他马上打 恐怕比较难 另外 邀成蒋那一队 有可能他在海上 将来可能就会变成常态了 经常 强行 登上那些商船 去台湾做生意的商船 进行检查 这样美国就不会介入 中国拳头硬啊 别人都惹不起 这种可能性这个 有啊 完全有啊 那么今天 这个美国资金分析了一下 他说 密切关注这次解放军演的日本 现在日本很着急啊 日本瞪大眼睛 日本防卫省星期一发布消息 他说中国海军山东舰率领的航 航母编队呀 还包括导弹驱逐舰 叫交作舰 导弹 护卫舰 徐长舰 柳州舰 还一艘 905 补给舰 航母一出来就是编队呀 第一队无几 还有个护卫的 挺麻烦 4月7号到9号 山东舰舰载机起降了80架次 舰载直升机起降了40架次 两者架起120架次起 呼噜呼噜 就是在这烧油烧钱 日本防空省表示 山东舰航母编队8号从宫古海 宫古岛以南 430公里处 航行到了宫古岛以南的230公里处 由南向北向宫古海域 这个靠近 还逼近了台湾 这个东海域啊 说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不仅 日本重要 国际社会都关心 啊 这个日本的那个行政长官 他讲的美国政府也表示了密切 关注这一次的军演 那么欧盟呢 欧盟也是 你看冯德莱恩这次来为什么 习近平 对他不满意 啊 这个不太大力的 原因就在这里 啊 他完全可以做马克龙的专辑 他不是我他做民航的 这习近平也是故意埋得到 原因就是他比较强硬 那么这个欧盟也在关注 欧盟星期一也对中国的 为为了台湾的演习 表达了关切 强调台湾现状不应该以武力解决 而对台湾紧张局势升级 数据武力 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表达他们的观点 说我们对人民解放军加剧在台海 周边群绕台湾防空识别区 穿越台海中线等强化的 军系设施 表达关切 这是叫马斯拉里的讲 马斯拉里的 欧盟委员会外交 对外事务发言人 说台湾呢 这方面主管大陆事务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发了声明指责北京 让台湾部分媒体协助增加对解放军报道 达到什么 恐吓台湾的 这个效果 我今天看到了 那个 总共国家群舰上 邀请了很多记者 假不假吃的 在那瞎忽悠 也没有用 好 等人认为呀 这个台湾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 以前我多次讲到了 那么再来看看美国新另一篇文章 他说那个美国的在台协会呀 星期三 他也发了个 声明 他就说呢 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演习 并相当自信 在该地区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 确保 确保和平稳定 那你等于说美国肯定要借助 迈克尔不讲了吗 说中国声称这个民主统治的台湾是他领土的一部分 就星期六也就是蔡英勇返回的第二天呢就开始进行军演了 这次持续了这个 三天 美国自信这篇文章讲说美国与中国的沟通的渠道冷然长通 说别看现在美国和中国大嘴杖 但他们有一个渠道在谈 这样不至于马上就是互相开火 我们相当自信 我们在该地区拥有足够的资源 履行我们的承诺确保和平与稳定 履行承诺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如果真打的话 美国跟你不客气 就是这个意思 台湾国防部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 他这个他说呢 国军运用任务机 舰和暗制飞带系统严密监控应对 国防部的声明讲中共以 蔡英文总统出访过境美国为借口失军演 严重破坏的区域和平稳定安全 国军将怎么样的沉着理性严肃的态度 应对 不升高村土不引发争端 用这个来应对 因为台湾你毕竟是个小地方 你在这个和大陆军事比较 确实不对称 应该这样 如果美国不管就麻烦了 确实 但是美国肯定要管的 说1979年美国从台北断交了 左岸和北京建交 但是受美国国内的法律的约束 美国必须为台湾提供自卫的手段 你看为什么这么多议员区 议员区是代表民间 人政治体制在这摆的 那么这是美国自印的两篇文章 你不要听这些自媒体 跟你讲的很热闹 那并不权威 真正权威的还是美国自印 因为美国自印 这样讲吧 他虽然是自由的媒体 他毕竟是代表美国政府发生 是政府办的 他的新闻各方面是保持的平衡 一方面讲这个 美国的情况 也讲中共国的情况 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比较中立 客观的 准确的一个媒体 今天还有一个动向 我刚才看是这个 发广报道的 因为这是读报点评节目 不是呼吁我个人有多大本事 是介绍 给大家很多好的观点 也就刚刚看到了 韩美日 这个会议 安全会议 这个是14号 将在美国举行 三位国防部长 助理 及官员将参加 这发广报道的 他说呢 韩美日安全会议怎么回事呢 是18年至22年举行 之后因韩日关系恶化 没断了 2020年该会议 以视频形式举行 时任韩国国策政治势力 这个市长 美国国防部的 代行印太事务助理部长 官员 还有日本防卫省 防卫政策局长 他是牵头 开着会 时隔三年 又开始开会了 据悉将讨论什么呢 针对朝鲜核武器 和导弹试射的应对措施 就下国要打仗的话 这些人是具体办事的 战场管理的 终点 是三国之间 实时共享 朝鲜导弹预警的信息 所以目前呢 朝美和日美之间 实时共享 朝鲜弹道导弹的情报 但韩日之间 并没实行共享 就以前 韩国和日本之间 没有共享 这会儿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据了解呢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下的信息共享呢 应一方要求进行的体系 并非实时共享 此前呢 韩日美首脑去年10月 他们曾经接这个 简不在会 就金边东盟峰会的时候 曾经 举行过一次会谈 就呢 实时共享 朝鲜导弹 预警信息大声共识 简单一句话吧 就他们三个国家要 一起研究 怎么对付这个 金山胖 其实也对付中共 金山胖背后也是中共 在里鼓子的 是不是 你想朝鲜 我没去过 但是我也很多朋友都去 我经常去丹东 咱们同学在那 还有当大官 官大都不小的 是吧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了解 就是 这个 朝鲜呢 其实搞这些名堂 都中共国在 在利用他 那么我们来看看 魏京生一篇文章 魏京生 讲大实话 魏京生本人来讲 他不是说像 王俊涛那样 这个 说心里话 王俊涛是 科班出身的 魏京生不是 但是魏京生 谈这个形势的时候 言解意害 深入浅出 我们来看看魏京生 讲到 习近平挑拨欧美关系 能成功吗 他说最近的消息 证明大家的预测了 习近平访问 莫斯科 根本就不是为了调解什么 俄乌战争 而是为了挑拨 欧美关系 就是他讲的 21点声明 这根本不是为了和平 那是大呼 说马上 欧洲最喜欢表现 独立 特立独行的 法总 法国总统 马克龙 赶着来到北京 拜 拜 拜访 西皇帝 还说什么 超越分歧 和约束 什么分歧 最大的分歧就是 民主自由 和专制 独裁 什么约束 现在所谓的约束就是民主国家联盟反对侵略乌克兰 魏京生讲的非常透彻 他说 超越了分歧 所以什么人权 新闻自由 就不在话下了 超越了约束 所谓希望习近平调解 俄乌战争就成了幌子 成为遮掩巨大商业团队目标的张员法 这确实这波马克龙来了以后 空壳大胆拿走了 乐坏了 回去又平息国内的扫乱 国内因为经济问题 养老养老的问题 延长了养老时间 延后养老时间 这个 法国的民众非常愤怒 马克龙害怕 马克龙拿回来 别闹了 你看 咱现在拿大胆了 以后有生意了 你看那个空客的天津 开箭 我的天 那技术都要老公给他窃取了 那么这篇文章讲 正在困境中挣扎的法国总统 正因为百万人抗议 和经济率退不知所措的 马克龙现行狠狠地抓住了 习近平这颗救命的道场 看上去习近平的挑拨离间 似乎成功再忘了 烂 浪牙外交开始了新篇章 可是仔细看看新闻就发现 小马先生还是心虚 出访前 先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去得谅解 他肯定打电话 拜大哥 我要到去中国 老白说 为什么要去 哎呀 大哥 我去 写消息的 我那些人都扫乱了 没钱咋办呢 咱就挣他点钱 你放心啊 我还是肯定要 劝他 不要站在俄罗斯一边 这个小马肯定是搞这套东西 这是我猜测 那么说是 你要超越约束 超越西方联盟一致立场了 总得和老大哥交代一声 啊 他说求得哪怕是口头的同意 美国能说不让你去做生意吗 不好说什么吧 然后就拉上了 强硬派的欧盟主席 风带来一起去美国 大姐你 你跟我去吧 就别叫别人看 以为 这个 我是去投降的 我是为了做生 就把风带来一看 马克龙这个 挺年轻 挺潇洒的 也跟他走一趟 是吧 心情超好 他说 然后拉上 强硬派的欧盟主席一起去北京 以便堵住欧盟的内部批评的嘴 让大家投鼠激气 说然而 说书 先生的学问都在 然而字后 然而 法国和欧洲的批评依然 蜂雄 蜂勇雀起 没有发现媒体赞扬 马克龙的北京自行 温和一点的媒体不愿意得罪大企业 就说 就说怀疑马克龙太天真 刻薄一点 就是说 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就喜欢扮演投降派 是个不可靠的朋友 看来这个 未经对法国历史了解挺透彻 这种舆论必然迫使政客们改变态度 说马克龙总统也必然在返回法国之后 平衡舆论和利益之间的落差 他的利益 还是这个法国欧盟 订单到手之后就会是这个世界究竟随遍了随意 其他欧洲国家也学学 学样 也学习 有样学样 蜂勇到北京去讨饭 他说马克龙来的 输了个标杆 他们都跟着他学到中国去讨饭 最后来个 人傻前途快来 欧洲因此就和美国分道扬标了吗 不可能 这个典故很有意思 这个典故最早从大连长海线传出来 长海线这个地方 就长山列岛 你开船在大连长走 就走很远了 到海南 海洋岛 我去采访过 还有那个 这个大长山小长山 那个叫渔民特别富 改革开放年代 养鱼养虾 农民这个 就能吃苦 出海打鱼什么 赚钱就拿到岸上来 他不放在银行的 放在家里整个大水缸 我得放全现金 那个老农民有钱的 那个年代 徒劳八级的 但是吧 找媳妇人都不愿意 嫁给他 为什么 他都想 媳妇 女孩都想嫁到大连室内 不愿意给 老渔民 后来改革开放了 有钱了 那老农民 渔民寂寞呀 对吧 男人到一定年龄 是吧 需要 哎呀 姓什么 反正 这个时候 当时 灯红九绿的 就是 这个 黄赌卢 不是 赌妹 黄赛 于是 从广东来 一些小姐 亲戚在大连 先来看看 一看 这个生意太好 老农民说 做这个事的时候 一抽一大钱 一抽一大钱 然后马上打电话 给自己在广东的子们 说人多 钱傻 素来 反正就来了 这个话就传开了 这个典故 现在典故传到欧洲了 变成马克龙 也开始搞掉东西 马克龙怎么拿大弹了 回去给 欧洲 其他国家一看 哎呀 太好了 就像当年 长海鲜 发生的事 人傻 钱多素来 都来了 你看卢拉 马上就要来了 卢拉后悔的 上次感冒干嘛 感冒也要来 说有病 拿到钱 有病就好了 这是我给大家开玩笑 你看 魏京生 嘲讽 欧洲因此 就和美德 扬道 扬镳了吗 不可能 只不过是 习主席的大撒币 改变了一下方向 撒湾 非洲撒俄罗斯 现在要撒发达国家 证明美国说 中共不再是穷国 没错嘛 争辩也没用 这么大撒币 就是美国也没有 你还装穷 不合理了 这就是习近平 外交光辉的 第一回合 战狼加上 大撒币的光辉耀眼 吴京生讲 挺有意思 他说 这次强硬派的 欧盟主席 冯德莱恩 随同访问北京 有着监督马克龙的意思 说防止马克龙 有什么秘密协议 代表欧盟27国对法国 出幺蛾子的担心 可是习近平居然搞出一个分别会见 先见马克龙 后接 风德莱恩 可是最后还是不得不一起会谈 否则 人家马克龙回去后怎么交代 这种 欲盖 迷藏的 小记责 也就是小溪 这个档次才干得出来 这个风德莱恩 是挺狼狈的 他做那个 做这个 唐班 对一般乘客的身份出来了 就马克龙做专机 说这个风德莱恩的档次 还不够拱力 拱力还成做了 马克龙的专机 我看了以后 这是看傻 这习近平就好玩这些名堂 其实就他两个人一块 坐飞机来 说大家一起同仁 正正当当 因为实际习近平搞的这种确实是属于下三滥的 你看他在国际舞台上 我发习近平 这完全是就是说 有黑社会老大这套东西 有点像南关岭监狱那个黑老大 就这么管事 这篇文章讲 当年强大的苏联霸权 在和民主国家的军备竞争中轰然倒塌了 他分崩离析成为二流国家 经济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 连不读书的邓小平都看出来了 邓小平怎么不读书 这位音声讲 邓小平读书 留学法国 邓小平还是读了些书 习近平不读书 说是跟着苏联就穷 跟着美国就富起来了 所以搞了个半吊子改革 拉拢美国 发展经济 就邓小平搞的改革就破脚压 他既想得到西方的经济方面的利益 又不想改变一党执政的这个权利 这是最关键的 要改变一党执政他就下台了 说邓小平的下台 说现在习近平要搞大撒币竞赛 而且要和苏联的遗骸 俄罗斯合作 他还把俄罗斯遗骸 用厉害的词 对抗美国和民主国家 这会有什么好结果呢 魏京生最后讲 都在议论新的国际秩序 可是还真的和中共有关 但那是在习近平大撒币竞赛崩溃之后 重建新的世界格局 而不是二杆子小鸡贼大道 后共产主义的秩序 说因为共产党的道理 就是不讲理 不讲理哪有什么秩序 就是法国人的天真之处 魏京生文章写的挺有趣 我估计不是写的 他讲的 录影 录下由 黄之平给打字 因为我猜测 魏京生肯定不会打字 你想我还是来到加拿大以后 学会打字 你就想想吧 我在文匹华干的时候 有助手 不是一个助手的 助手 小女孩给打字 自己的国内那些 编辑部主任 副主任 发出一个头有脸的人 没几个大字 都弄得很 在国内 你一个 编辑部主任 什么总编 副总编 都是个管 到外边 啥也没有 自己领导自己 你清水 那这行不起呀 什么都自己亲自做 我要讲了什么 就魏京生讲 挑拨欧美的关系很难 为什么 你想以美国为首七大工业国 他之间能够 联成一体 联成一体 共同的努力 应对中共 他因为有的共同价值观 对吧 他这个社会制度是一样的 民主 法制的 你中共国不行 你高靠利益 靠金钱 这个不能持久 即使是靠政治制度 你也未必没有分歧 会有分歧的 你想这个 美国和北海 两个南韩 不是 还监督南韩 也不放心 这就像什么 你在一个 大村的 邻邻居居居之间 是 大家关系有出好的一面 再也有互相提防的一面 那这里也是一样 老外也是 你别看他表面挺热情 他心里 他还是有一些防备 他不了解的情况下 你任何人都是这样 你只有交往久了 十年八年 都成为好朋友 彼此知道了 缺点优点 那才不防备 所以这个魏京生这篇文章 我认为还是比较的 深刻的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 另外 一篇文章 还有点时间 那么就是 关于这个丁家喜 和徐志勇的判决 我很意外 判得太重 这个 说心里话 你就是怕一年两年 也属于 非法 北来他就没有犯法 因为他们本身 要求这个 改革 要求民主 这个宪法 都是有规定的 是应该符合 中国的宪法 而且符合 历史的潮流 顺应人民群众的 想法 没想到 中共下众手 那么给大家看 这两位英雄的光辉形象 徐志勇 英家喜 那么本人认为 中国民主转型以后 将来竞选 获得成功 很肯 现在看 徐志勇大有希望 因为他年轻嘛 又三次坐牢了 是吧 你像这些 老一辈 像魏京生这样的 我们这些年龄 恐怕 就得休息了 真的 你确实走不动了 这篇文章讲 他说 在法国总统 马克龙带着巨额的商业合约 由中国返回巴黎之后 徐志勇和丁家喜 又判了14年和12年 这说明习近平都精心策划的 你看 拉拢西方这些政要 然后打击中国的这些异议人士 有可能取代自己权力的邻居人物 我关到监狱里去了 他说 发起和参与新公民运动的 徐志勇和丁家喜 两人比 既压三年多以后 既压了三年 这真苦 我压了两年半 说今早于山东 这个林树县 这个 法院开庭审理 两人的代理律师收到该省 林义士踪迹人法院的通知 他们两个人本身是律师 因维权而被吊销了 执照了 并在同年14年 以聚众咬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分别判监4年和3年半 初一以后继续参与共民运动 他们两个以前都坐过牢了 19年12月 徐丁与其他维权人士 可律师在厦门聚会 当时他们组织起聚会 共产党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当时共产党成立不就是成立 马力主义小组 所以这个演变成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在成立之前都是小party 所以共产党懂得了 害怕 共产党这个真是 想搞独家经营 俗话不都讲 同行是冤家 特别怕这些别的人 有志于中国这个政治这样的人物上来的 害怕 所以这篇文章讲 19年12月发生事 他们开着会大概有十多个人 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 当时抓那些人我看了 每个人的强固情况 我都看了 还有老板 老板判的 其实挺重 而且还是秘密判了 有的老板呢 中共派了些警察 故意给他家 丢那些什么 东西 有些毒品 或什么微菌品 就给强架给的 是就是 寻思妄法 找罗列罪名 不能判刑 那么 由于徐志勇和丁家喜 知名度太高了 所以外界关注了 19年发生 同年26号 丁家喜首先 被山东宫从甲州抓走了 当局接着又开始抓捕 参与设计聚会的所有人 还有常为平 但常为平到现在也没判 说先后有20多人失踪 传唤 拘留 罪名都是三天罪 还有寻寻姿势 徐志勇在逃亡期间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对习近平发出了劝退 说让他退 今天天安门广场 发生大事了 金水桥上面 天安门城楼的墙上 竟然有人喷上了大标鱼 习近平下台 完了警察去拿那个衣服 先把习近平的机子挡上 我看老登爆料里面披露的 这证明反习的人有的事 都已经到这个程度 在天安门城楼上喷上了 习近平下台 你说这多大事 完了 王小红这会儿 陈文青 又被习近教训好得去 习近平要蹦高跳 上次是 20大即将召开了 除了彭宰周围 是不是 他们两个人呢 后在2020年2月被公安带走 4个月以后 政治批评了 那么中共就是用 十安定罪 来压制不同的政见 徐志勇在庭上 发表了八页 提为美好中国的 宣言书 昨天给大家读了 是吧 非常好写的啊 那么这个人权观察研 高级研究员 叫王亚秋 他在声明中形容 中国法院对徐定二人的判决 滑稽反映 习近平对和平行动主义的敌视 呼吁各国政府一起要求 中国当局 无条件释放这两个人 这篇文章打字还打错了 就服呢 变成了俘虏的服 他可能是用口述 现在口述这个语音识别有的时候不是很精准 他更希望 外国领袖 在与中国恢复正常商业往来之前 看清北京是如何 对待这些著名的维权人士 认为国际社会应予高价 应付出高昂代价 去为美国中国人争取这个权利 这里介绍了徐自勇 徐自勇50岁 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大学讲师 弦政学者 工盟重要创办人 新工运动倡导者 09年 创办工盟 被取缔了 他成立了一个NGO组织 本人被控了偷税罪 被捕 之后呢 获得保释了 被捕之后获得保释 这战获的战士获得自由 2012年10月 徐自勇向习近平发出公开信 以4年 又以这个 扰乱公共场所罪判了4年 他讲他的经历 那么丁家喜是56岁 是商业律师 他从事公民运动 曾在21年 获中国人权律师奖 后来和徐自勇一起 就是14年聚会 14年聚众 聚众知事案和2019年 厦门聚会案被捕 他们两个大概这么个情况 那么今天海外媒体都关注了 本人认为呀 将来民主转型以后 很可能这个 就是活跃的民运人士 就分成各个的 一些不同的 一些派系了 那么现在这个 一派是在海外 就是流亡海外的民运人 是以魏京胜为首的 还有一部分 监署在国内不断坐牢的 还有一部分 秦永敏 就坐牢好几次了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我一直想不起来好多 那么这个 徐自勇 写的意思 现在还有 长卫平 还有这个 其他的一些 这个意义的事 此外 还有个大老 和魏京生 并驾齐驱的 非常有影响 王炳章还活的 在烧管监狱的 他更早 他是中国的一个 医疗博士 学习 孙中山 弃义 从政 在美国返回去了 被骗回去了 在越南 其实就是身边的两个女助手 是特务 他不知道 告诉他越南哪 有个大老板要赞助 赞助你钱 才能搞革命 他已经相信了 跑到越南去了 你跑到越南 共产党可能早就准备好了 说天上哪能掉下饼 千万不要相信 你看很多都诱骗到 泰国去 抓了 法国那个 六四领袖 张建 是吧 被骗到泰国 干掉了 是吧 乌鸿党给骗到南美洲 逆随身亡 花勇给骗到海里去了 你想中共很厉害 在海外 布局是惊心的 因为他们这有些人 他防备措施太差了 另外 人都是有缺点的 告诉你哪里有利 有的人可能就 挡不住的诱惑 上当受骗 可见中共 现在正在 千方百计的 灭云民运的 这个人是 就是他们搞了一个叫 初见行动 准备在这个 中美彻底翻脸之前 准备下了 重手 听手 所以民运人是要小心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好